曾经到访和平岛地区公园的游客 足迹是否乘塔上被绿色隧道包围的小路 而来到地区公园的制高点 惊叹这座浅山丘陵上竟拥有超梦幻海景 长生于和平岛地区公园山丘上的新形态咖啡馆 丛贤市海军雷达站 在一群热血回乡的青年努力下 变身为倡议环境一体的咖啡馆 河口丘负责人蔡秋成说 河口丘的品牌 其实我们是一个几个年轻人一起创业 然后我们在和平岛地区公园一个最高点的地方 对环境跟海洋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间呼应里山里海 跟生物多样性的一间咖啡厅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被环境部选成低碳店家的示范店 那其实北部七个县市只选了三间 然后我们其中是一间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海岸 其实有很多外来入侵种的植物 然后其中一个是这个 就是小时候我们会玩那个鬼蒸草 就丢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植物 它其实是台湾的百大外来入侵种植物 就是它到处都有 然后它其实对台湾的环境是有破坏的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们就把这个植物 放到我们的柠檬塔里面 游客品尝后说到 那个柠檬塔的塔皮就是脆脆的口感 然后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它因为上面有这个大华弦蒙草 然后就是来这边才知道说原来它是一个外来入侵种 倡议永续旅游目的地的和平岛地址公园 也在2024年获得观光金奖的殊荣 和平岛地址公园总经理黄伟杰表示 我们和平岛地址公园也很荣幸 在去年2023年获得了观光局改署升格 改成观光署之后 把观光优廉产业人员这个奖项 改成观光金奖之后的第一届 我们获得了我们的团体奖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在可能在永续观光 在我们的核心价值的一个理念下 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 就以前海军的一个雷达站 在几年前我们把它跟北观处 一起把它改造成一个咖啡厅 那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优秀的伙伴 不管是回乡或者在我们地址公园里面 一起共事 我们也在鼓励再做一件事情 因为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永续旅游跟永续观光 那我们希望可以更落地 所以我们正在尝试性的 跟着这些优秀的伙伴 一起在这个项目去做一些 很有去更贴近大家生活这些永续的一些实践 现今永续理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 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它不仅在商业领域引领潮流 在后疫情的时代背景下 永续发展又更受到一般消费者的关注 公民记者蔡中和高维城欧阳盛 基隆市中正区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靠来 我们下期靠来 我们下期靠来